接下来让我们听一段的经文 今天的经文是记载在 《串世纪》13章5-11节 《串世纪》13章5-11节 请听我读 与阿波兰同行的罗德 也有牛群 羊群 帐篷 那地隆不下他们住在一起 因为他们的财物非常多 使他们不能同住一起 当时迦南人与比利西人 在那地居住 亚波兰的牧人 和罗德的牧人之间 起了争端 亚波兰就对罗德说 你我不可以相争 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 也不可以相争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 请你离开我吧 你向左 我就向右 你向右 我就向左 罗德举目 看见约荡河整个平原 直到索尔 都是水源充足之地 在耶和华为毁灭索多玛 而摩拉以前 那地好像耶和华的原址 又像埃及地 第11节 于是罗德选择了约荡河 整个平原 罗德往东迁移 他们就彼此分开了 圣经就读在这里 用神赐福还听 并遵循他话语的人 接下来请二年传道 为我们生产信息 使人和睦的信心 让我们预备我们的耳朵 听神的话语 感谢主 非常谢谢Esther 她今天带领我们 真是一起地来仰望 还有信靠 这一位带领我们国家的神 真的是大家 我是很紧张啊 我还在过几天啊 然后不晓得 接下来的这一个礼拜 是怎么样的 当然我们知道 这个国家不是 只是决定在这个礼拜 这个国家是决定在 每一天每一个时刻 这个国民 这个国家的领导人 是怎么样的来治理 怎么样的来管理这个国家 这个才会有 越来越好的一个改善 那在上次的这个讲道里面呢 我们提到了 亚伯兰呢 刚刚遇到了人生当中呢 第一个大失败 就是呢 他不该跑的地方 他跑过去了 他跑到埃及去 结果呢 面对的是这个生命的危险 于是呢 他就跟他的老婆讲 老婆啊 你还很美啊 OK 你怕了 那个埃及人 看到你很美呢 就把我杀了 然后把你带进宫里面 那那那 你可不可以这样子 你就是 你你你你 你就不要讲 你是我老婆啦 你讲你是我妹妹啦 那样子好不好啊 哇 这个男人真的该打 对不对 所以呢 就到了埃及以后呢 结果真的 法老王呢 就把这个撒拉 就接到王宫里面去了 结果呢 上帝怎么样 就是惩罚整个的埃及地 后来呢 亚伯兰就 OK 有这个机会 离开埃及 他离开的时候呢 不只是带回他的老婆 不只带回他的家眷 还带了很多的 财物 跟牲畜 OK 在以前的人呢 什么是他们的财物啊 就是牛啊 羊啊 马啊 这些啦 OK 所以呢 哇 他离开的时候呢 法老王作为赔偿啊 就 赔给他很多的财物啊 所以亚伯兰呢 突然变成五里郎啊 变成有钱人了啊 然后呢 他就跟着罗德呢 怎么样呢 一起离开埃及 回到了这个迦南地 那样 那这个 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 我们就看到了 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 也有什么呢 牛群 羊群 帐篷 那地 容不下他们住在一起 因为他们的财物非常多 使他们不能同住在一起 亚伯兰的牧人 和罗德的牧人之间 起了争端 所以我们看到 有时候 没有财务的时候 没有争吵 对吗 财务越多 有时候争吵越多 对吗 这种故事啊 常常在哪里看到呢 连续剧啦 电影啦 不止啊 其实我们生活的周遭 我都常常听到的 对吗 可能就是在我们的家人里面 就在我们的亲戚当中 那样 那偏偏呢 偏偏什么呢 华人特别喜欢把财产 留给后代 对吗 哇 这个省吃 省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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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用 怎么样 哇 买了房子 买了土地 又黄金 有时候看不出来 这个阿伯 哎呀 平时那么节险 穿背心 吃很简单 哇 没有想到他家财万贯 很多钱 为什么呢 存存存下来 留给 孩子们 那我们也晓得 这个有时候财务多了 这个 真财产的事情 就常常会听到 OK 这个 亚伯兰跟罗德 基本上 他们也面对 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财产多了 地方容不下了 怎么办 这是我想到真言 真言有一句话 我觉得很有道理 他说什么呢 吃素菜 彼此相爱 强如 吃肥牛 彼此相恨 他不是说 我们都要去夹财了 不是啊 他所讲的是什么呢 是 如果你们家里面 彼此相爱 彼此和乐 吃得简单一点 吃得平淡一点 也没有关系 阿们 好过呢 大鱼大肉 怎么样 打来打去 彼此相恨那样 其实人与人之间 有很好的关系 我觉得是很幸福的事 真的是很幸福的事 如果你摸摸自己的心 说 感谢主 虽然我们家 不是很多钱 但是呢 我们家至少都还在一起 至少我们家 还怎么样怎么样 你要感谢上帝 这个是美好的一个福气来的 所以刚才我们看到的是 亚伯拉罕 他面对一个人生当中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卡 他的人生之旅呢 来到一个很大的挑战 而这个挑战呢 是什么呢 人际关系 冲突的一个挑战 这个是你我常常都会面对的 我们国家 好像也在面对这个情况 你骂我 我骂你 我讲你衰 你讲我笨 对不对 哇 这是一个越来越 一个冲突 一个紧张的一个关系 但是我们就要了解一点 冲突 是健康的人际关系的一部分 我要说啊 健康的关系 有没有冲突的 有的 你不要说 哎呀 我们的关系 从来没有冲突的很好 他们有些吵架不好 不是 人很多不一样 我告诉你 我跟我太太 有没有冲突啊 你看我们都很好 对吗 我们有冲突的 你问我儿子就知道了 OK 有没有吵架 有时候 有哦 而且什么时候吵架比较多呢 就是有一些 变动的时候 而且变动越大 吵架越多 比如说搬家 有没有 哇 搬家我很怕 我结婚到现在搬了八次家 我每般是家 你知道吗 这个东西要摆哪里 也会 也会 这个灯泡是什么颜色的 要白一点 还是黄一点 等等 你发现 这些的变动呢 有时候就在我们的人的软络里面呢 就很容易怎么样 有一些的摩擦 所以我说 冲突 是人际关系当中 其实健康人际关系当中的 一部分来的 重点 是你怎么样处理冲突 我们都有软弱 我们都有缺点 可是重点 我们如何地去处理 这些摩擦 这些的冲突 所以亚伯拉罕怎么处理呢 一开始是谁跟谁在吵架呢 是亚伯拉罕的牧人 跟罗德的牧羊人在 起争端 对吗 还没有怎么样 烧到亚伯拉罕跟他的侄儿 罗德那边 所以呢 这是一个冲突的开始 但是呢 如果处理得不好 怎么样 就会烧烧烧烧到 亚伯拉罕跟罗德之间了 对吗 所以这一次 亚伯拉罕处理得很美 他处理得很好 我觉得今天的讲道 好像是专门为着大选来预备的 我感谢主 就是在预备整个讲题 讲章经文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我们是照着 今年是照着这个创世纪的讲 对吗 所以我今年一整年的讲题呢 已经在去年底订完了 就照着这样讲下来的 所以也不懂什么时候是大选 会怎么样怎么样 可是慢慢慢慢预备发现 其实上帝预备的话就 上个礼拜提到了 带着确信 面对我们国家的 不确定的未来 这个礼拜呢 我觉得很重要 我们要有这个 使人和睦的信心 我们需要 国家族群之间的一个 和睦相处 这个国家才可能有盼望 要不然继续的 你逗我 我逗你的话呢 这个是没完没了的 使到国家越来越衰退的一个情况 那样 所以呢 经过了上一次 亚伯拉罕一个失败的教训 亚伯拉罕这一次呢 他用信心和爱心 去面对这个挑战 那刚才我们读的经文 我们知道他怎么处理呢 他跟罗德说什么呢 他说 你我不可以相争 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 也不可以相争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我们是近亲 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 请你离开我吧 你向左 我就向右 你向右 我就向左 亚伯拉罕的这个建议 你觉得如何呢 分开啊 哪里可以这样 分开就不好 如果没有暂时分开啊 搞不好要分裂了 所以第一点很重要 分开 却不 分裂 分裂就是撕破脸啦 离婚啦 断绝亲子关系啦 怎么样怎么样了 这个叫分裂 可是有时候一些的分开 一些的空间 一些的时间 其实可以缓和 很多的人际关系之间的一些的冲突 你们认为如此吗 人与人之间 有时候需要一些空间跟时间的 有时候那个冲突 一下子能够马上处理了吗 处理不来的 所以你需要有一点点的自由发展 调整心情 调整情绪的时间 如果那个时候不分开啊 口气就怎么样 越来越 不好了 对不对 你骂我就 骂回你了 那时候情绪越来越高涨 慢慢的你会失去理性 盘子飞过来 刀子飞过去 哇 这样子就越来越难收拾 可能是更大的伤害 以致无法弥补 这个叫分裂 其实亚伯拉罕说 分开 separate but not splitting up 他们是分开 有一点距离 过年过节怎么样 来来来 一起吃 团圆饭 周末我们聚一下喝酒 你看到吗 这个是一个 让大家有彼此 这个自由空间发展的一个机会 所以它是让什么呢 让时间和空间 缓和一下冲突的张力 它的方法是 让罗德先选 你选啊 看哪里好啊 你往左 我就往右 你往右 我就往左 就让你来选吧 那样子 OK 所以呢 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 这个是他在处理 当时候的一个冲突的一个智慧 其实上帝在整个的以色列人当中 有一个机制 有一个system呢 是怎么样的缓和整个冲突 而且是非常严重冲突的一个张力 那个就是所谓的这个逃城的这个观念 逃城 上帝设立逃城的一个智慧 在好几个地方都有记载 什么是逃城 逃城就是当如果在这些的以色列人当中呢 发生了命案 哇 命案 很严重的冲突 对吧 命案 OK 那这个 这个命案可能有不同的原因 对不对 有些是怎么样 故意杀了他 对不对 有些是 哎呀 不小心的 比如说什么 斧头砍柴的 砍啊砍啊砍啊 一砍 哇 那个斧头 那个尖尖的铁的部分飞出去 一飞 咻 糟糕了 发生命案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不小心了 这个叫误杀 对不对 OK 所以如果 不管发生了什么 杀了命案 都好呢 这个人呢 一定是被追杀的 对不对 因为对方的家人很生气嘛 你你你你你你 你什么意思啊 你啊 你误杀 我哪里相信你 那是非常生气的 对不对 应该死了一个人啊 所以呢就怎么样 一定来怎么样 我也来 杀你OK 所以这个人就快点跑 跑去哪里了 跑跑跑跑 跑到逃城里面 上帝要整个的 以色列地呢 设立六座逃城 你看到那个红红的点啊 就是六座逃城 这些逃城呢 都是什么呢 一个人呢 跑一天 大概是三十里啦 所以你们还是要跑一跑 比较好啊 跑一天 可以到的路程 所以他就要逃命 逃逃逃逃逃逃 逃到那个城 那个城是 立位人的长老在管理的 换句话说 是上帝 委派的长老在管理的 他就会说 走 等待 停 来 让我来 看一看 让我来听一听 所以你们 先停止 不要追杀他 OK 他就怎么样 放下一个空间 还有时间在中间了 所以这个长老就要去审问 如果发现 真的是谋杀 故意的 他就要把这个人 交给追杀的人 去处理 但是如果发现 好像不是那样子 好像是误杀的 好像是不小心的 他就有责任 要保护这个人 避免 冤冤相报 你看到吗 我们看武侠片 都是什么 冤冤相报 对吗 哇 你杀了我父亲 等我长大以后 我就跑去杀了你妈妈 等我长大以后 我就去杀了你的公公 长大以后 就要杀了你的师父 哇 这个这个这个 懂 这个懂 这个懂 对不对 所以冤冤相报 何时了啊 那上帝呢 他就把一个空间的时间 放在以色列当中 因为他不要有 留无辜人的血的罪 继续地蔓延 因为如果这个人 真的是误杀的 而怎么样 那个被死者的家人 就会怎么样 会放过他吗 没那么容易的 搞不好也把他怎么样 死得更惨啊 所以这个真的是杀人了 对不对 所以你发现到吗 那个留无辜的人的血的罪呢 不断地会在以色列地当中 不断地滚啊 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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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滚 可能就越大 所以上帝的智慧是 他停止 给予一些的空间时间 让这个冲突可以缓和一下 让这个事实 让这个审判 可以在过程当中来进行 有时候 我要诚实地告诉你了 吵架的时候 我是心情很不好的了 情绪也很高涨的了 然后脸红红的了 我跟你讲 那时候情绪高涨的时候呢 请问 那个理性比较对呢 还是情绪比较高啊 情绪 我跟你讲 那时候脑海想的都是不好的东西 他他他他这样 他他他他都是这样 他他他怎么样 那个情绪在控制了 控制了自己的 有时候自己的言语 讲话就不好听了 等等 那 留一点空间是什么呢 分开一下 我就常常会去跑步 所以我跑很多步 去跑步 流汗一下啦 吸一点空气啦 还是怎么样的啦 突然 我会感觉 我的心情 我的情绪怎么样 平复一样 平复一点了 我会感觉说 其实他好像不是这样的啦 其实我这样子讲话是不对的啦 你看到吗 当有一点分开的时候呢 比较容易去处理当时候紧张的 这个冲突的一些的张力 所以亚伯拉罕建议怎么样 分开 这个分开 避免了分裂 这个分开 让各自都有一些的自由的空间去发展 这个分开是有智慧的 这个分开也需要怎么样的一些的坚持 因为他说我们是一家人 不可以这样子一局地吵下去 这虽然只是牧羊人跟牧羊之间的一个吵架 一个争端 可是他会扩大到可能两个家族之间的一个战争 也说不定 所以呢 他怎么样呢 他说建议分开 在死人和睦的信心里面呢 其中有一个是愿意放手 愿意放开一点 不要在争吵的时候 情绪高涨的时候 那边要解决所有的问题 解决不来的 因为情绪胜过理性 你要有点空间 stop 停止 中场停止 然后呢 各自去调整一下 也许就比较容易去处理 那不只是如此呢 亚伯拉罕还做了什么事情呢 他用信心跟爱心呢 先去礼让 先去让罗德 先去选那个比较好的地方 他看开 他不先追究 那亚伯拉罕说什么呢 他说 哦 你就选啊 哪里比较好 你就去吧 罗德怎么样呢 这个人呢 就比较驾速一点啦 看 哦 哪里比较好 我早看到了 他就举目一看 哈哈 你看到吗 整个约旦河的平原啊 直到索尔 是一个很大的平原 都是什么呢 水源充足之地啊 哇 过去如果水源充足 你是怎么样 滑啦 对不对 OK 就有草嘛 对吧 就有羊群可以生长 对吗 所以他看到 哇 这个平原太美了 像什么呢 像约和华的园子啊 像伊甸园这么美啊 这个有点 修饰啊 然后呢 又像埃及 埃及 其实是在尼罗河的 出口的地方 对吗 所以它是一个 肥沃的一个 三角洲来的 所以他看到 这么美的一块 肥沃的平原 他就说 我要去那边啦 那边是我的啦 不用讲啦 另外另外一边是什么呢 都是山地来的 OK 属于耶路撒冷 这一带是山地来的 所以山地呢 又是 谁去过耶路撒冷的 草比较多 还是 沙漠比较多 沙漠比较多 对不对 你走在旅行车上 上面的都是沙漠来的 OK 所以肥沿平原 肥沿平原我要 山地跟沙漠 留给你啦 sorry啦 所以呢 罗德就选择了 约旦整个平原 然后他 往东迁移 他们就 彼此分开了 这个其实 对于我们 东方人 即使是列列 也是东方人来说呢 是一个不进来的 OK 因为呢 其实晚辈应该要给 长辈先 选的 你应该要怎么样 尊重这个长辈的 不能说 你选 我把最好的拿走 那样子 不是的 对不对 所以 可见呢 罗德这边方面 是没有很尊重亚伯拉罕 这一位他的长辈 他的叔叔 OK 那他自私地 选择了最好的 不过呢 亚伯拉罕怎么样呢 他越过 他看开 他不让这个冒犯 继续地影响 他们的关系 在真言也有一句话 他说什么呢 人有 我们一起来读好吗 预备来 人有见事 就不轻易发怒 宽恕人的过失 辨识自己的荣耀 什么叫宽恕人的过失呢 英文说什么 overlook 原文是跳过 你对我的冒犯不尊重 我怎么样 跳过去 继续走 而不是在那边 岂有此理 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那边斗了斗去 我跳过 overlook 我跳过这个冒犯呢 我继续地往前去进行 那样 所以这个是怎么样呢 他看开 他不去追究这些 可能别人给予他的一个冒犯 在英文的字眼里面 有一个字叫什么呢 the benefit of you doubt 对吗 OK 其实很多时候呢 我们看得不是很准的 我要确实地告诉你 有些人可能给予你冒犯 你感觉是冒犯 但是他不是 可能是不小心的 可能是误会了等等的 所以呢 我们可以怎么样呢 越过这个 可能别人给予你的一些的offense 一些的冒犯 给予他一个机会 那样 当然 并不是说 你都要 逆来顺受了 很委屈 哎呀 我很惨啊 每次都被人家欺负 不是这个意思 OK 在处理人际关系当中 有很多不同的层面 但是呢 也许我们可以看的是什么呢 使人和睦的信心里面 有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宽广的心 看开 华人一句话说 退一步 海阔天空 那你对他抢眼前最好的 你不一定是最有智慧的 你知道吗 你对他说 我对他最好 我对他赢的话呢 其实 这不一定是最有智慧的 有一次我听到一个笑话 这个 有一个人说 我遇到个孩子 他很笨 人家给他选 你要五角还是一块 他都选五角而已 这么笨的 有这样的人吗 有 来来来 我带你去看 就是他了 就是他了 阿弟来 就掏出五角跟一块 你要五角还是一块 那个阿弟就看看 就拿了五角钱 你看 他这么笨的 每一次都只是拿五角钱 没有拿一块钱的 结果后来呢 这个人就跑去问这个阿弟 阿弟来 你为什么不选一块 一块比五角多 你为什么那么笨 这个阿弟怎么回来 大概你们都知道了 如果我选一块 我只能够选一次 可是现在呢 我选了很多次 我现在有九块半了 因为很多人都来test我 test我拿哪一个 这个人很聪明 对吧 他选小的 可是呢 结果呢 他拿到更多 这是一个笑话 但是亚伯拉罕 有没有拿更多呢 有 亚伯拉罕说 你向左向右看 你选哪一边 可是耶和华 怎么回应 亚伯拉罕呢 耶和华说什么呢 他说 在罗德离开 亚伯拉罕后呢 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 你要从你所在这地 举目向东 西 南 北 换句话说 左右 前后 去看 你所看的一切的地 我都要把它赐给你 跟你的后裔 直到永远 一个是两边 一个是 东 西 南 北 亚伯拉罕做的这件事情 是讨上帝喜悦的 所以上帝 就以东西南北来回应 他的左跟右了 他把全地都要赐给 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 我知道有时候 面对冲突的时候 家人之间 兄弟姐妹之间 是更加不容易处理的 这是事实 因为我们没有大选 不能换政府嘛 对不对 我不能够换掉父母 不可以了 就是在一起了 有时候我们心里会想 好了好了 我让了 好了好了 我看开 可是 可是 我让了 我看开了 那孩子放不下 他还是一样 情况没有改变 我要怎么办呢 他还是一样 这样子的情况 我该如何呢 其实圣经也有教导 要等候主的一个判断 让主来做这个决断 罗马书这边说什么呢 若是可行 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 各位亲爱的 不要自己伸冤 宁可给主的愤怒留地步 因为经上记者说 主说 伸冤在我 我必报应 这个是需要信心的 你知道吗 为什么现在的人 真那么厉害 你讲我一句 我就回你一句 你打我一个 我就踢你一脚 为什么要争取 这样所谓的公平呢 因为没有上帝在中间 这个就是不公平了 你要为你的自己 来寻求公平 对吗 如果你不自己寻求公平 谁帮你讲话 没有人了 对不对 所以你就 拼命地搞个墙 要争等等 可是 当有上帝在中间的时候 这个景观就不一样了 换句话说 死人和睦 是需要信心的 是需要信靠神 说神啊 你不会亏待我的 当我做对了 当我继续做 行善的事 我其他的东西怎么样呢 主啊 我让你来决定 因为你说 神愿在你 你必报应 所以我们并不在 那个时候 硬硬地来去 处理一些人界的关系 要不然可能 真的是两败俱杀 所以如何有一个 这个死人和睦的信心 前面我提到两点 第一个呢 是什么呢 分开 不要分裂 留一点空间吧 留一点时间吧 第二呢 看开 不再追究 这个是蒙福的 就像亚伯拉罕那样 他看开了 上帝给他 东南西北的 整片的土地 并且呢 上帝这边说什么呢 生冤在我 我必报应 你相信吗 你相信的话 你就可以继续做和睦之子 你不相信的话呢 你就是怎么样 我要报仇 我要打回去 我要让他好看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在面对大选的时候 其实也是一样 我们看到很多很多 这些所谓关系上的问题 接下来可能会影响到 我们接下来的国家的那样 我们要存着信心 去面对这个局势 那可能你面对的 不只是国家 可能面对的是家里 对吗 有些人家里是有一些问题 有些人是一些 很难处理的情况的 怎么办 我看开了 我留点空间了 我继续 还是没有改变 怎么办 你听从主的判断 然后呢 继续决心 以善胜恶 这个更需要信心了 所以刚才罗马书这边 他没有停在那边 保罗继续讲 保罗继续讲什么呢 不但如此 这个转接语很重要 他不是说 好了 你听凭主怒 你就让主来做判断 stop 你就跑得远远的 不但如此 你还要怎么做呢 他说 你的仇敌若饿了 就给他吃 若渴了 给他喝 因为你这样子做 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 是善待他的意思 不要被恶所胜 反要以善胜恶 这个是 有上帝而来的信心 一个很重要的不同 我们相信上帝 可以帮助我们做和平之子 可以帮助我们 用善来胜过恶的 我们如何用善胜过恶呢 就是用好的行为 继续对待那些 可能对我们不友善的人 第一 创世纪第十四章 就是下来一章呢 就记载了什么呢 罗德面对一个生命的危险 他被人家进攻 被掳走了 请问这个亚伯拉罕做什么呢 在那边爽对不对 看你还敢不敢 报应来了 亚伯拉罕怎么做 亚伯拉罕拼命地去救他回来 真的是一些舍命 你知道吗 因为以前都是战争来的 亚伯拉罕就集结他 所有的家里的人 才几百个人 我们去救罗德 去抢啊 当然上帝保守了他 他把罗德一家全部救回来 他用善来回应 罗德之前对他的 这样子的一个态度 这个是死人和睦的信心 难怪圣经说 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 他有失败吗 有 他有软弱吗 有 但他有那怎么样呢 对于上帝不改变的一个信心 我继续做和平之子 我继续要以善来回应恶 我要以善胜恶 这次的大选 我们看到 是什么 深蓝对浅蓝对吗 深蓝对浅蓝 天平对眼睛对吗 你看我不爽 我看你不爽 对不对 我在参加那个Bacha team的 training等等这些 所以我在一些one step group里面 我就发现了 这些参与Bacha的人 每一个都是很生气的人 真的 他们的语气 他们的回应 哇 雨那么生气吗 这个group leader 做了一点措施 他们就骂 怎么样 去参加的时候 你看他们全都是抓起来的 我们一定要怎么样 烦啊 我们一定要改变 还是怎么样 也许很多人不是因为 喜欢这个姓马的 可是他们更讨厌 那个姓那的 所以呢 哇 就那边很生气 当然在生气的时候 你发现了有一点吗 会有一些过激的一些的举动 有人把人从台上推下来 对不对 有吗 有 台上推下来 没有死了 哇 过激烈的举动 一些的骂战等等的 OK 那这个情况呢 如果我们不用理性 不用和平的心 不用使人和睦的心心 去面对的时候呢 它会越来越扩大 因为在几个国家里面 我们都看到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因为当我们看到 所谓的两限制 慢慢地形成的时候呢 换句话说 就是两股的势力 差不多了 OK 差不多可能可以换 可能下一次又换 你知道吗 这种叫做两限制 OK 美国是这样子 对不对 台湾 也是这样子 对吗 so far我看到是这样子了 欧洲我就不太清楚了 那样 常常两限制的国家里面呢 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什么呢 就是意识形态的对立 OK The ideology difference OK 我是属于什么派的 我就是完全相信 我这一派做的事 然后呢 我就完全地反对 你另外一派所做的事 即使是好事 我也反对 我站在这个意识形态里面呢 我绝对跟你对立 请问这样子的 两边实力 差不多的对立之下 会有好的结果吗 基本上不会有好的结果 美国 请问枪击事件 发生了多少次啊 很多次啦 小孩子拿枪来玩 怎么可以这样 中学生拿枪来玩 不可以 你可以想象一下吗 你可以买到枪耶 而且不是手枪耶 是自动步枪耶 那种耶 一次过可以几十发子弹的耶 你是军队啊 为什么要拿这种枪 很奇怪的 想不通的知道吗 可是要改变这个 改变得到吗 每次相亲事件以后 要改 又是怎么样 两队势力的不同 又不能够过关 台湾是不是这样 台湾也是这样 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情况呢 在二十年前 台湾开始政党轮替 对 二十年前 记得谁上台啊 担追拼啦 阿拼啊 陈水扁上台对不对 哇 第一次政党轮替耶 哇 高兴得不得了耶 可是慢慢就发现呢 这个蓝跟绿的 在这些政客的炒作 在这些政客的语言 在人间的冲突的里面呢 越来越怎么样 哇 分成两个阵营了 两个意识形态 一个蓝色的 一个绿色的 尤其在陈水扁 在再一次连任的时候 那个分裂就更加清楚了 到一个情况 你知道怎么样吗 连教会都分裂 教会啊 因为有一些是蓝的 一些是绿的 结果呢 一批人走掉 教会也分裂 所以 他们还枉人大悟 发现 原来 我们走民主 走到现在 国民分裂 撕裂 以至常常一些 好的政策 没有办法通过 因为这是对方提出来的 这个叫 意识形态的对立 到现在 台湾空转了20年 经济停摆20年 到现在呢 只要是对方提的 我就反对到晚就对了啦 不管好坏 另外一边的呢 我都相信就对了啦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我这一边的 所以呢 只要有一点点红的 红是什么 中国咯 一点点红的 绿的就使命挡住 不给你过 整个情况就 在那边内耗 我不知道还要内耗多久 这个是整个民主进程里面的 一个陷阱来的 你知道什么叫民主吗 少数 服从 多数 对不对 我们要为了祷告 马来西亚 不管什么结果都好 下个礼拜 就是少数服从多数的开始 不管你是休息五天 还是休息四天 下个礼拜 就是少数服从多数的开始 就是要回归理性的开始 就是要好好重建 这个国家的开始 不要让这个国民 继续地怎么样 撕裂 对抗 街头抗议 暴力等等 随时会发生的 这是一个陷阱来的 而且民主里面精髓是什么呢 需要保障少数人 说话的权益 我80年代到台湾的时候 我很惊讶他们会讲这句话 他会说 即使我反对你 我反对得要死 我仍要使命地保护 你说话的权利 听清楚 其实我反对你 反对得要死 我还是要使命地保护你 讲话的权利 因为你讲话的权利 这个叫民主 可是到现在还有没有 不见了 这个精神没有了 完全被这个意识形态 ideology所掌控 我是蓝的 我就是蓝 我是绿的 我就是绿的 彼此在相争 我们处在马来西亚国家的一个关口 其实这个意识形态已经在形成了 你知道吗 怎么样知道 WhatsApp传进来的 对我有利的 对反对党有利的 我就管他 是真 是假 我都相信 对吗 然后对方提出了澄清 你都不会相信 对不对 没有啦 没有这样的事啦 哪里有Bangla在排队进来 没有这样的事啦 请问反对阵营 相不相信 就是不相信 为什么 你讲假话 其实我们现在慢慢地形成 意识形态的对立了 已经慢慢地失去 头脑去思想了 失去理性了 用情绪来代替 我们的理性的思考 这个对国家有帮助吗 一点帮助都没有 而这个是正落入了 二者的圈套 他这个国家乱乱的 两派争来争去的 没有好处可以产生 一大堆的坏处起来 然后呢 越来越低落 我们处在一个 整个国家发展的一个关口 六十岁了 弟兄姐妹 马来西亚 六十黑啦 六十岁了 我们有没有变得 比较成熟一点呢 有吗 好像没有耶 我们很容易被摆布 所以政客他就讲什么呢 他就不会讲很好的 他的政见啦 他要怎么发展 很少讲了 他讲很多什么呢 批评咯 嘲笑咯 有的没有的呢 为什么呢 这些人比较爱听 当这些人落在意识形态里面的时候 他就听一些有的没有的 那些政见 不管他啦 这我们落入的情况是如此 所以教会应该怎么样去面对 以善 圣恶 这是唯有教会才能做的事 我们正处在一个 更加重要的一个阶段 散播爱的种子 散播和平的种子 我们要决心以善生恶 这才能够真正改变敌人 改变别人 IS算是已经 这个国已经被铲除了 对不对 请问IS的势力还有吗 还在 你把他打扁打死了 他还有很多人起来 战争 暴力 解决不了问题 我有用善 才能够生恶 把一个人挽回回来 有可能吗 虽然不是很容易啦 但是我相信 这是信徒要做的事 不管他有没有可能 上帝要我们就是以善 来圣恶 一位美国的总统 叫Abraham Lincoln Lincoln总统 他讲了一个非常出名的话 讲什么呢 最好消灭敌人的方式 就是把他变成 你的朋友 你想一想 当他成为你的朋友 不就不再是你的敌人 我这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话 这也是回应了圣经给我们的教导 以善来圣恶 把他们 为了神的缘故 把他们引回来 所以真正可以得着人心的 不是对抗 是忍耐 是爱 是决心 相信上帝要我们 以善生恶 亚伯拉罕 他打了一场很美的仗 他用善 来对待 他的子儿 他继续给我们留下 美好的榜样 让我们现在 面对国家这个情况的时候 其实我们现在 就要做修补的工作了 真的 我们现在就要做 以善生恶的工作了 一直要去做的 这样子唯有怎么样 才能管得到马来西亚 越来越好 我们选边站 我们一直的对抗的时候 这个国家 很可能会空转一阵子 我们不晓得多久 求生给我们有信心 信靠他 有一个死人和睦的信心 Amen Amen 你们决心要这样子做了吗 OK 所以不要再发一些 你看起来假假的 还是稍发去破坏政府 不要再去发了 OK 我们开始怎么样 把祷告 把爱流入了 其实这类人 也有这样子提醒了 他们提醒说 那些 其实很多 这些工作的 选举委员的人 其实他们都是好人 不要把他们看成敌人 不要把他们看成 每一个都是偷偷筛选票了 偷偷给钱的 不是 他们可能都是好人 我们在来建造 我们在缓和 我们把爱流入 我们以善 来对待任何一个情况 这才能够改变这个国家 我们请今天赞美团的 带领我们上来 我们以这首歌 成为我们的一个祷告